过去的礼拜四礼拜五台北的股市 一下哟 跌了好多 跟谁有关 就跟这位人士有关 但你看她是华为创办人的千金公主 叫做孟晚舟 在加拿大落网被捕了之后呢 现在美国要引渡 最新的消息是加拿大 在周末礼拜六开了一个假市庭 但加拿大的检方认为说 她可能会有逃亡之余 所以说不让她交保 接下来就看 会不会美国在短时间之内就引渡回到美国 如果真的引渡的话 可能在美国会面临30年的 诈欺的一个重罪的一个起诉 我们给大家做个背景介绍了 为什么这个事情对于台北的股市 会造成这么大的一个波动 华为当然是大家知道 这个科技公司来自于中国大陆非常有名 但这个事情就发生在G20 川习会之后隔没几天 川习会川普跟习近平两个 谈得好好的说 咱们暂时贸易战休兵90天 这美国人你去过你的圣诞节 你的东方人你就过你的农历春节 各自都有很大的一个shopping的节庆 不要伤害到彼此的经济 大家觉得还蛮peace 但没有想到 华为身为这个来自于中国大陆 这么大的一家科技公司 它的创办人的千金 也身为这个华为公司的重要的高层 在加拿大被捕之后 引渡到回到美国 难道这样的事情 川普在跟习近平吃晚宴的时候 他不知情吗 那现在媒体引述说 这个事件如果扩大的话 会变成美中贸易战的一个核弹级的变数 请教授你看 有到核弹级这么严重吗 为什么这样比喻 这个就是说我们可以看 大概半年多前 这个中兴的这个case 因为中兴这个当然了 它跟华为是性质不太一样 可是呢 它的重要性呢 其实是等量奇观的 那中兴呢 当然了 它是因为跟美方是签约了 说你很多这个跟伊朗之间的这个事呢 是不能做的 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够把 你跟美方买过来的东西 你再卖给伊朗 那他签约了 答应了 结果呢 他可能还是这个走了一点这个弯路 或打了一个擦边球 所以说在美国海关的时候呢 他们中兴的一个高管就被抓到了 就从那个从他那个晶片 从他那个随身碟里面 就找到了这些资料 那所以说呢 这个中兴没话讲 认赔 意思就是说我认你宰割了 好 那现在这个华为的这个情况呢 是不是跟这个 跟中兴的情况是一样的 这个东西我觉得还不敢讲 因为到底你华为跟美方相关单位 你们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 这种协议 这个东西我不知道 如果说你真的是违反了他这个协议的话 那当然那你也可能就变成你跟中兴的这个情况一样 那如果说你不是这样的话 那这个东西就可能情况又会有其他的这个发展了 是好我来做一个补充说明好了 因为这个华为公司呢 他们在香港有一家子公司叫做Skycom 这是美方的一个说法 当然华为撇清跟Skycom 这香港的子公司有任何的关联啊 那华为只说我只是他们的股东之一 并不是直接拥有这家子公司 那反正重点就是Skycom 这家公司来自于香港 他在美国呢 游说一些美国的一些银行 那做了一些贷款放款的相关的业务 去跟伊朗做生意 那如果是美国的银行跟伊朗做生意的话 这些美国银行就已经是违反了 美国政府的一些政策跟规定 但是过程当中 华为居中穿针引线 他是否有这个 应该讲说Skycom居中引线 那华为在背后是不是有出现这个 指导旗这个部分 就成为美方要调查的一个重点了 如果你是真的去隐瞒那些当中的讯息 然后诱导美国的银行 去进行伊朗一些做生意的话呢 那你这个背后就可能涉及的诈期了 有一个比较 比较啦 我可以说一下 比如我一个政治人物 我有一个基金会 人家要捐款给我政治人物 可能很困难 我要公开啊什么的 可是他给我的基金会 那我给我的基金会 那基金会呢 是在我的手上 那他这个基金会 是不是可以帮我做很多事情 那所以说这个东西就变成一个 这个一个灰色地带了 你知道吗 到底那这个捐款给基金会 是不是违法 那现在他这个情况跟你刚刚所讲的 我觉得是非常相像的 意思就是说我有一个子公司 可是我跟这个子公司 我又没什么 好像没什么关联 对不对 你像那个你跟基金会 基金会是你的基金会啊 是 对不对 或者说是 简称白手套 就是白手套 所以说这个情况 我觉得就有了吵了 OK 为什么叫做核弹机 给大家来讲一个可能的背后阴谋论 就是在川习会两个人国宴晚上 大家看到这个后来事发之后 事后流出来一些新闻媒体照片 两个人是开心的 照片也都是相谈甚欢 但是到底川普在跟习近平吃这个饭的时候 他知不知道这个华为的负责人的公主被逮捕这个事情 那如果说知道 然后跟习近平这样表面上做感觉很好 但私底下呢 美国的司法部门却做了这些动作的话 就等于是打了习近平一个巴掌 非常的响 那这样打下去的话 就会变成美中之间接下来贸易战扩大 更重要的一个起因了嘛 所以我先请到三位来宾 白宫表示 击穿起那天川习会的晚上 川普跟他们的安全顾问波顿 都不知道美国司法部调查的一个行动 你相信白宫这样的说法吗 三位来宾起举个牌 yes or no 白宫特别澄清 他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都不知道 只有老大说一半一半 好 那我要继续问了 因为后来波顿他接受美国 知道也不知道 不知道 我这个不知道也知道 我刚刚是问你相信白宫的说法吗 你不相信 不相信 那两位都不相信 不相信 OK 好 那我刚有点错误解读两位的说法 所以三位都基本上不太相信 那波顿后来也打理了白宫 因为他接受美国媒体访问的时候说 其实当天晚上他已经知道 他已经这个孟晚舟是被加拿大逮捕了 那他既然知道难道不会跟川普讲吗 老大你怎么看 我觉得担任这个安全这个职务的时候 通常要懂得第一个该报告的是 第二个不该报告 但是不该报告的时候会知道 我如果报告 总统也会答应 这个就报告 因为全世界的公平哲学是一样的 总统 皇帝他绝对是事情 他可以知错 可以改错 但绝对不能认错 所以这一定要维持到不能让他认错 一样 小英现在也一样 他不能认错 他还可以知错 可以改错 但是不能认错 所以我是觉得说为什么两个人 我是觉得波顿应该知道 因为这个重要的是安全顾问首长一定要知道 但是波顿可能就是不给川普讲 给川普可以经过测访都可以说 我不知道 但是他是不是想要害川普 对 他就是说在某个情形之下 他已经有 所以我一直讲到就是说 这一次这个川普会的时候 人家问我看法我就讲这八个字 用两个人名字写 表面竞品 表现好像接近已经和平了 暗地川普 但这个川普这个川 这个川是统的意思 统的意思 土是什么意思 土是花园的意思 也就是边上 我不同意组织 我同理边缘的 我不同你那个我同华为 然后呢 中国大陆也一样 我不攻你美国 我到你家后院 你对华为我对你巴拿嘛 我带你后 我给你站你后院 所以我觉得说 美国跟中国 他自己在那个的话 我跟你讲 他们两个这些斗 我可以告诉你 我一个打游死血 美国是高调抵制中国 中共是低调往前冲 美舰南海耍威风 美国的军舰在南海很耍威风 到你家后院来 但是他自己忘了 他的后院已经移情别念老中 所以美国是 已经别念中国 高调高打 所以我讲最简单一个例子 你最近讲G20 我不晓得我们台湾都不报的 我的资料都是从外面来 我都跟台湾围体无关 你有没有注意到 两天 你表面上 你美国是要围堵中国 但是你注意到 习近平在那两天 有几个双边会议 跟日本 跟俄罗斯 跟印度 跟沙烏地阿拉伯 都举行双边会议 然后他还有三边会议 俄罗斯 印度 中国 三边会议 然后他还有五边会议 金庄五国 所以什么表面是你在围堵 其实暗中我已经在突围了 川普做的是表面 但是习近平拿的是李子 还有一个很重要 你在那个 你看看你在堵我一带一路 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 今天中国大陆 不单是说整个斯里兰卡 整个非洲都会开始 就治理由 把某些港口都几十年几十年包下来 不要忘了 2021开始 中国经营团队是以色列最大的海发港 25年是中共经营 还有另外一个港也是中共经营 而这个海发港旁边就是什么 美国第六舰队的母港 所以他已经到地中海了 地中海再过就是大西洋了 所以双方在较劲 就是你看起来是美国在给你那个 但是你不要忘了就是说中共的 它整个低调的 所以你不要想 所以中共的战略很简单 布点生根 一点一点它生根 然后这个连点成线 然后这个扫线概念 这个线一扫就概念 所以它叫不占而主欧洲欧亚 所以两边那个 有的时候不要 我们有的时候谈到会比较 美国的媒体比较多了 所以你要整个公正的话 你要再看看各地的 而且跟川习的领导 他喜欢他喜欢表面 但是中共他习惯的话 就是给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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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所以这个时候 所以这是看热闹 要看美国怎么打 像华为这个也是 但是看门道 要看中共怎么耍 好 那刚才董事长也是认为 举个牌子 不相信白宫的说法 也就是川普或是波顿 都在川习宴的时候就知道了 华为的公主被打的事情 那为何 笑里长刀是川普最爱的一道吗 这不是笑里长刀 那么单纯的一件事情 这个事情非常复杂 首先第一个 美国制裁伊朗 这个 这个制裁伊朗这个事情本身 他的这个法律的要件本身 就有 就不见得是非常健全的一件事情 这是第一个 你看他上一回我们看到的是 他制裁这个中心通讯嘛 刚刚老师有简单的说明了一下 制裁的情况嘛 那也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嘛 所以他这一次的案子 你讲这个Skycom的这个事情来讲的话 最后发现是金流 他有从汇丰银行的金流 被美国金检单位金检到 我所知道的这一部分 所以确实是有一些 跟伊朗的之间的 资金上的往来的关系 确实被掌握到了 他有些刑事犯罪的一些构成要件 他是复合的 根据美国的地检署的这个 犯罪要件来看的话 所以他这时候呢 那就早就知道的事情嘛 对 绝对早就知道 为什么这个时候动手呢 难道孟晚舟 这个从来不出国的吗 从来不经过加拿大 从来不经过其他国 因为现在资产的时间是2009到2014的资金 对 所以我现在讲的意思是说 他在美国在 他在加拿大转机的时候 把他扣下来了 所以我讲的是什么概念 就是说这个是个诱补嘛 他早就知道的事情 诱补 诱补 他早就知道他下手的什么时间点 要下手嘛 所以这叫下手的这个时间点都 而且他要到加拿大转机会临时发生吗 这个 schedule 早就知道 这种人大概几个月前就把行程都排好了 机票都买好的事情嘛 所以这个一定是一个安排好的一个 执行的一个工作跟项目 而且加拿大配合 好 现在谈到加拿大 加拿大比较特殊啦 因为加拿大当时 美国在制裁所谓的他的这个华为的5G 就是说美国在连锁好几个国家 不要买华为的这个主机 网络等等设备的时候 有五个国家了 这五只眼睛 其实就包括了法国 英国 加拿大 加拿大是其中一个 他的联盟的一个国家 所以法国是非常配合他的这个情况 但是再后来就谈到一个 不是 加拿大是配合他一个情况 另外有个问题就跑出来了 这个到底有多大影响这个事情 习近平跟川普不是刚刚完成 90天缓冲期的协议吗 这个事情就显然大的影响 但很小的影响 大影响就是说这个90天的协议 现在我们不要谈了 到期前这个事情如果没有解除的话 那到期是什么样的结果 保证是坏结果嘛 因为两边又干起来嘛 中美美贸易大战在90天以后 保证100%是核弹嘛 所以这个概念在这里 不会有善了啦 孟晚舟事件在90天到期前没解决 那个90天到的那个低点的时候 就是重新开战在开始 这非常明确的一件事情 这才是世界级的恐慌嘛 然后第二个事情我刚刚提到的就是说 他这个是要打击华为的5G 事件的领导权 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 还是主打科技嘛 不是两个 这两个都出现了嘛 他在边际效益上 会帮中美贸易谈判 创造一个变数嘛 但是在科技上是打击了5G 但我们再反过来 我请教你另外一个案子 你记不记得在两三个月前 这个美国的联邦调查局 在比利时诱捕了一个 中国国安部的江苏厅的一个副处长 因为他偷了这个G&E的一个 涡轮引擎的科技嘛 他把它诱捕了 在从中国大陆骗到比利时诱捕 诱捕完了马上引渡 引渡到了美国之后发表新闻 这个我们拿这两个案子 比较一下什么概念 美国有没有能力 完全在没有新闻情况之下 加拿大人直接到美国引渡完成 来发表新闻 可不可以做不做得到 可明显这次做不到嘛 加拿大不会配合他这个事情 比利时配合啦 那个人现在在 这个我刚刚讲的这个 这个国安厅的这个 江苏国安厅的这个副处长 人现在在 在美国等待着这个审判啊 在刑事侦查审判中啊 所以一样的引渡 引渡的条件跟他的力道 又太不太一样了 所以加拿大的引渡的话 有可能会搞好几年你知道吧 引渡可能三天可以引渡啦 但排在川普手上了 对不对 这个不知道 我觉得美中国大陆也不是省油的灯 因为中国大陆对加拿大本身 还是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你把我搞毛掉的情况之下 你加拿大也没有什么好果子好吃啦 所以我觉得现在是中美加深方的角力 但是现在不光引渡啊 我刚刚讲的 90天内不解决掉这个事情就是另外一个大战啦 简短的帮我们做个补充老师 你觉得90天之后 重新开打乌云造顶的几率高不高 现在是这样啊 这个美中的这个等于说贸易冲突啊 这个是一个全面性 而且是一个长期性的一个过程 而这个过程当中呢 就是跌宕起伏 意思就是说有高潮 可能又会稍微的平和一点 大概是这个一个情况 所以我回答你刚刚的这个问题呢 那就看川普 他是不是要利用这个中美的这种贸易摩擦 来为他自己在政治上 能够获取一些什么样的利益 因为你想想看嘛 在其中选举之前 哇他讲话很多 对不对 一直在打这个 其中选举之后 那就进入谈判嘛 对不对 那可是现在他马上又2020啊 那是不是等到那个时候 那如果是这个情况 等于说一直在胶着 或者一直在摆当 那他当然在那个时候 他可能又要加码了 对不对 那所以说这里头就要看 比如说你对美国刚好这个时间上 是不是有选举 有选举的话 我觉得这个事情一定会 炒热 没有选举的话 可能就稍微的平淡一点 可是这个事情是解决不了的 OK 老师说的话 给投资朋友做参考了 2019 美国也要准备 在白宫的部分进去连任 就开始要走了 所以这个会不会在 有更大的一个美中的贸易摩擦 其实观察指标之一就是 川普的民调数字了 接下来是